8月2日晚,娱乐圈传来一则婚讯,这原本没什么大不了的,不过又是一对明星情侣结婚了吗? 但此次婚讯的当事人还是震惊了一众网友,不是别人,正是王菲和窦维的女儿窦静童,以及女导演李梦乔。 不过当媒体向李梦乔求证,对方明确表示自己并未与窦静童结婚,这是谣言,窦静童一直打扮成假小子。 这些年来,确实没听说过他有男友,取向这方面一直是个谜。 他的绯闻老婆也被扒出,有网友爆料,自己通过人脉打听到了。 窦静童的结婚对象正是他新剧的导演李梦乔,两人在一起好久了,李梦乔与窦静童在工作中相识。 2021年,两人首次合作了电影《只是一次偶然的旅行》,那时窦静童就在片中饰演女主角。 李梦乔与窦静童在工作中相识。 2021年,两人首次合作了电影《只是一次偶然的旅行》,那时窦静童就在片中饰演女主角。 除此之外,网友还发现了两人的很多亲密互动,比如说窦静童右手无名纸上疑似带着婚戒。 再比如说,两人在情人节当天都发了动态,动态中都有窦静童的猫疑似在一起过节,类似的时间比比皆是。 比起以前,如今大众对少数群体的接受度更大了,但窦静童毕竟是公众人物,传出跟女导演的婚讯对她来说意味着要承担不小的舆论压力。 但令人意外的是,大部分网友对窦静童的包容度都非常高,一眼看去是一片祝福。 还有网友称,随理五百,记在王妃帐上,不过这都辟谣了,帐是记不上了,如果换成其他明星,这回或许就要被骂恶意炒作占用公共空间了。 可窦静童一点没受影响,粉丝照常宣传作品,路人照常送上祝福,窦静童这样的国民度和观众员,在整个娱乐圈也算是少有了。 天后王妃和歌王斗威的光环下,窦静童可谓是圈里最自由的新二代了。